中国失业率不断攀升,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面临生存问题,有些人被迫从事低薪工作,甚至成为依靠父母养老金虎口的烂尾娃。烂尾娃概念与烂尾楼相似,是指孩子们读书十多年后毕业及失业,一无所知,一事无成,人生从此开始百烂。 烂尾娃,又出个显名词儿,消穴,肿穴,大穴,甲长哗啦上百万,穴影油正之后,回到家,找不到工作,汤聘,要么穿个花马甲,弄个小花响子,骑个电动车送来卖,这就是社会的进度。 据路透社报道,烂尾娃一词,今年在社交媒体上迅速流行,于2021年以来困扰中国经济的数千万套为完工烂尾楼异曲同工。 这位26岁的农村女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她说,毕业及失业,穷人不要杂锅卖铁读书,为了读这个大学,还没找到工作的我,就要面临巨额学贷,为了读大学,贷款交学费,借钱报培训班,结果毕业找工作,还是被嫌弃年龄大。 我从来都没有像这样无助过,早知道就不上这个大学了,现在找个工作真的好难啊。 这位毕业的大学生还说,现在满大街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我只好回家种地,可现在一斤麦子,还买不了一瓶矿泉水,一斤玉米,也买不了一瓶水。 我在农村种瓜种菜,也卖不出去,最后实在卖不掉,全都烂了,直接都赔翻了,谁来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啊。 原来全国的就业形势都很惨,我还以为大城市会好一点,现在来北京这边了,我是二三届毕业生,市场营销和双飞本科。 然后毕业之后一直,今年上半年一直在青岛那边找工作。 这位毕业大学生博主表示,前几期我有发的视频评论,有人说你应该去大城市去看看,我可能心想青岛可能不够大,去北上广那边机会可能更多一些,来到北京之后发现更惨了,薪资比青岛高不了多少,但是房租真的太要命了。 地铁口一片,全是自行车和电动车,我真没见过那么多自行车电动车,有一个小单间要上签,通勤时间非常长,另外就是北京这边支柱产业少了,国企央企他们不招人,我投的话你根本不看我一眼,所以剩下的也就都是一些销售,客服主播,餐厅服务员这种。 我以为青岛是东南亚的柬埔寨,其实全国都这样,找工作要求你十八班五亿全部都会,然后工资一问一个不支声,而且还是单休,面试问一大堆,不紧不慢的,根本不像在招人,毕竟一大堆新鲜的牛马毕业生,供他们挑选,一个中小型公司,几百人面试,大家都排着队,拿着简历坐在门口等着,毕业的大学生比较多,说好的双休,面试完丝滑变成单休,薪资也跟面试之前不一样。 真不知道还能这个样子。这位中年程序员失业九个月,感叹找工作太难了,看不到希望几紧崩溃。他在视频中说。 其实真正面试的,就是一些朋友介绍的内退,其实真正的绝望,是长期让你看不到希望。 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做我懂定,无力感,然后到不退里崩溃。 这位博主还表示,我真的有被震惊到,不敢想象今年的这个失业率,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程度,我上条视频发布以后啊,在抖音上面,目前获得有五十万的一个播放量,三千多条评论,这视频能够那么快传播开啊,恰恰也是说明了,今年这个就业情况啊,是到了一个多么糟糕的一个状况。 应该是有很多的人,跟我的遭遇是一样的,就是失业有好几个月,甚至更久,同时也是看不到希望的。 我们就恰好赶上了这么一个时代,我们没有办法去左右这个时代,那唯有就是怎么样去适应它,或许真的会去考虑跑跑顺风车,送送外卖这些的。 我们再去对抗,我们还接纳这样的,大部分人都,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这不是我们的这个,我们没办法,我们只是生活在一艘船上面,绝大部分都挣不到钱,我们就先躺下来,然后先把自己的肚子吃饱就可以了,然后再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机会,能够去更好的地方去发展。 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今年应届毕业大学生达到1179万人,再创历史新高。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大陆海量大学生一毕业就面临失业的残酷现实。 继躺平,摆烂之后,烂尾娃也成了网络流行语。 对于许多中国大学毕业生来说,大学学位带来的更好就业前景,向上流动的社会机会,更光明的生活前景,已经越来越难以实现。 在花费多年时间攀上中国超竞争的学术阶梯后,烂尾娃发现,他们的学历在这不景气的环境中,也不能让他们找到工作。 你们都找到工作了吗?我发现找不到工作的可不止24届毕业生,22届、23届也都在找工作,再隔几个月,25届的毕业生也在找工作。 这一茬一茬的大学生就像是割韭菜一样,前铺后继的,这种大学只有入口,没有出口,毕业几十业,大学成了一个只管销售,没有售后服务的工厂,父母含心如苦供我读大学,如今父母老了,廉价的农民工没了,我们成了廉价的大学生,还不如当年的爸妈呢,回到县城找工作,又需要托关系,花人情费,我现在是醒悟了,中国他就不缺大学生,缺的是交学费的人。 曾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多年的杨鹏,告诉海外自由亚洲电台,据他近几个月的观察,他所在的人力资源信息群组的活跃程度大不如以前,这反映出中国当前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我在的一个人力资源群里,有350人吧。 今年以来,人力资源自己被下岗,要找工作的也很多,甚至出现哪个人力资源找到工作了,群里就很为他高兴,要庆祝,发红包。 因此,杨鹏对当前中国年轻人的生活前景非常悲观。 杨鹏说,普通家庭的子女原来觉得念了大学还能找个工作,但现在萝卜招聘越来越明显,空间越来越少,经济形势不好,就业岗位也少,进一步压缩了年轻人找到工作改变生活的空间。 杨鹏认为,能当得起全职儿女的还是少数,真正的动荡应该是年轻人,没有就业机会,无所事事,没有希望。 中国经济急速下滑,进入寒冬,大学生已经感受到阵阵寒风扑来。 大学生王力表示,找不到工作,是这个就业环境真的太差了。 我二三年双飞二本毕业,条件不算好,但是二三年对于我来说,我只是觉得找一份好的工作比较难,但是今年二四年的就业环境已经让我明显感受到什么叫做找一份工作难。 最近总是摔到一些二四届的一届生说找工作特别难的问题,其实我想跟你们说,是今年的就业形式是真的太差太差了,你不要说二四届的一届生找不到工作,就包括和我同届的二三届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还处于一个失业的状态。 像我们这类学生,你会发现社会上一抓一大把,因为现在要接受一个现实就是,大学生满地都是,再强调点,没有找到工作的宝贝们,你们千万不要怀疑自己,真不是你能力的问题,真的是这个就业环境是真的太差了。 一项最新社会调查发现,整个中国社会的悲观情绪正在加剧,中国人对中共党魁经济领导力的信心也在减弱,人们也越来越将自己不如意的经济状况归咎于中国的体制本身。 分析指,中国经济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解体,中共不惜以经济为代价,保住政权。 越来越多人表示,对当前经济困境的担忧和焦虑。 就包括我的闺蜜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大学学的是人力资源管理,所以说毕业之后他就去当HR了,他所从事的公司是属于那种机械化的那种光伏企业吧,就听上去真的很高大上。 但是他们今年行情也真的不咋地,他们其实全国各地有很多很多分公司,好像有一个地方的分公司吧,就是有多残酷。 HR先把所有的人员全部开除,开除完之后HR再把自己开除,然后他现在面临之啥?他是在总部吗? 他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降薪。 HR直接把绩效这块给砍掉了。 就现在真的我觉得就业形式是真的很拉快很拉快。